所以主斗燃斗旗 相近何台鸡 那北京还凸一样 你是处长啊 处长算个屁啊 在北京啊 一板砖下去 能砸倒一大片处长 和你这个处长不一样 权力大 我都听人说了 拿个部长给你换 你都不换 是吧 可别这么说 最后解决问题还得讨政府 不信他们 我们就信您 当哥哥的给你送套衣服 这不叫腐蚀吧 我真想腐蚀你革命干部 我靠的是票子 房子和女子 总有一样能打倒你 对吧 那政府他就是想抓你 别抓抓抓的 到中间有个理由吧 理由 我一做企业的 找理由还不容易啊 先找你 行会 你找一招吧 投税楼税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办了 你哥现在 你别说收一台空调 收三台 老百姓也认为你是个清官 你们现在都直接收现金收卡 是 现在老百姓 对干部的感觉就是 无关不贪 你要再不刮骨治疗 再不反腐 咱们党和政府的形象 就被败坏完了 我看现在严重的问题 在于教育干部 咱们这些干部 得好好地管管了 你再不管 咱们党就完了 国家就毁了 这位收钱的市长 处理了没有 也没处理吗 处理了 判了十五年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那三百六十八位干部 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陈言师 陈老跟我说 好办 好处理 全撤职 沙数据 全撤掉 那言台全市的干部体系 就都垮了 工作谁来干 刘京同志 难哪 在拆迁上呢 时间有疫情要求 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也不能违法乱纪 借警车冒充警察 我也不想啊 可是你们这些警察 不来帮忙 怎么办 公安部门 不能介入开发拆迁 这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 所以 政府在依照我们 对付了一些泼妇刁命 长城虎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咱们公司还是去年光明期 拆迁先进集体 不信你去我们公司看 李叔姐我不是叫苦 这个区里边实在是没有地可卖了 能卖的都让丁一珍卖完了 我们现在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马上罚工资都够呛了 雷哥你看 现在这生意啊是越来越不好做 所以说我打算转型搞教育 就你搞教育 我搞教育怎么了 现在教育是产业化了 我们这里有没有腐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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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没有才怪的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